我支持通告二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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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谢谢陈传音乐律师 我们接下来请到律师代表 子依顾力雄律师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牧村破灾在Hero的这副片子里面演一个检察官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有受过检察官的侦查 因为为了一个朋友表示他不愿意去陷害这个朋友保持坚默 那么好像在程序当中他受到了一些折磨 那日后他当检察官那么深深的体会 作为一个检察官的权力造成对民主的一个伤害 那么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再的去强调 日本检察官的一个标章的一个意涵 就是丘双烈日丘双烈日丘双烈日的意思就是说 假官的权力如烈日那人民如丘双 烈日一照丘双就融化了 人民在检察官的面前脆弘秋双 所以假官在行使他的权力的时候要谨记他的权力所带给可能带给人民的伤害 那在这一点假官在日本的检察官因为有非常强的一个集体的荣誉感 所以刚刚李老师也提到假官起诉的定罪率在日本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 那么我们也去访问过日本 日本的检察界也都承认 如果有一个检察官起诉 那么后来被判无罪 他们内部是要集体来检讨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被判无罪 那甚至有笑话说 这个检察官会从东京被流放到北海道 因为他们有一个集体的洁癖 产生了一种责任感 所以对于起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慎重 但是在台湾没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荣誉感 没有一个高度的责任感 没有对自己的使命抱有一种深切的反省 没有对于自己的权力可能造成人民的伤害 带着一个自我的生智警惕 那么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乱象 那么戒严拾起 检察官是统治者的工具 解严之后 这样在台湾并没有向东西者合并之后 从事一个高度的转型正义的工程 那么既有的体制是仍然存续 所以检察官为当权者服务 在这一点上面始终没有办法让人信服 那么检察官要透过自己的努力 才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 但是很不幸的在过去这几年来 从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 那么后来一直到了 在往上从这个时候往前推了过去这几年 就起诉了很多很多的人 特别是很多的政治人物 最后都获判无罪 张显的检察官在起诉之后 当时的一个草率 当时的疏忽 以及证据不足 但检察官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是去起诉 他无视于 他起诉之后有可能会被判无罪 这就彰显了一个制度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检察官的制度 完全欠缺的一个所谓的究责的机制 没有一个问责的机制 就是所谓的accountability 这个机制在检察官的世界里面从才不存在 他们有权无责 有权无责到了 他们可以完全罔顾他们的案子 可能可以被判无罪 而他们还是执意要起诉 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的状况 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民间司改会在过去 成立一个追忌恶检中心 那么对于恶检的部分 一直努力的在寻求他的标准定义 然后召开记者会 但是很多很多的被害人 他们都不愿意出来 因为大部分在经历了痛苦的煎熬 长期的审判之后 他们身心俱疲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再出来 来面对这样的伤心的往事 以及再次去挑战这一个司法的体制 大部分人都选择沉默不已 但是对他们的责难 事实上终身无法磨命 那我们今天很不容易 当在座的有几位 以及很多没有来 但是愿意站出来的这些 政治的先进 政治的前辈 那么他们愿意站出来 然后来对这样子的一个体制 提出控诉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律师 应该责无旁贷 出来支持他们 民知 纵使民知不可为 仍然要为之 这是代表人民的愤怒 跟代表人民的积怨 那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祝立成律师 我们请 黄帝颖律师来问我们江湖 谢谢 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先做一個玩過 像剛才李教授所說的 我們在學校所學 一個正常民主法治的國家 它的檢調單位 不應該有差別待遇的存在 但是我們看到 這些年來 對於藍綠 檢察官似乎心裡面 好像有一個定見 你對於藍色的政治人物 似乎特別的寬鬆 我們看到滿久 他涉嫌財產到遠不明罪 但是特徵組到現在沒有辦 那夢想家到現在 人民也不知道為什麼兩天 會花兩億三千萬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 民主神經 前朝的官員 或者在野黨 民進黨的人 只要一個小事件 就會被放大檢驗 那從我們今天這些個案來看 他們當時被起訴 那個時候媒體真的是 全面的報導 那起訴當下 甚至像蘇智芬縣長還被 半夜還被檢察官帶隊到他家裡面去 這樣的一個偵查手段的選擇 是不是有沒有違反比例原則 在藍綠上面 是不是有一個差別待遇在 那我們從這些個案看得到 這些民進黨前朝的官員 到最後三審無罪定驗 這就凸顯著 當時檢察官所選擇的 這個偵辦方法 乃至於配合媒體殺人 嚴重違反民主法治的基本信仰 所以今天成為一個緩會 對水國為我們敬佩的先進 以及有什麼先敗 要共同為台灣的公平和正義來打拼 非常感謝 詞曲於宅ы 並且等於 所謂好的 敬佩的先進 是 您早就全省 讓我負責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